接下來就讓我們以熱烈的掌聲 歡迎副招群 好 各位早安 我是副招 Benny 今天就由我來跟各位開始今天的一切的活動 那 應該其他聽都聽得到我的聲音 好 那就開始囉 好 相信經過昨天的各式議程 有聽到非常多很紮實 新穎的漏洞分享 然後漏洞研究解析等等的內容 那在這些的議程內容 千萬不要忘記 我們有議程共筆 請你記得打開議程共筆 去看到很多人會把講者口述的一些內容 在投影片裡面沒有的資訊 放在共筆裡面 所以請務必打開共筆 你也可以幫助記下 一些講者只有口述講出來的一些關鍵資訊 讓我們可以在會後去看到這些重要的內容 所以千萬不要忘記打開議程共筆 接下來即時提問 每一場議程在議程表 在共筆裡面 共筆裡面沒有 對 議程表上 都會有即時提問的這個選項 然後或是如果你是看線上直播的各位 線上直播的側邊欄 右上角點開 又有一個即時提問頁面 這個即時提問頁面 你可以在上面 問講者任何問題 就是在議程內的相關問題 就趕快問 那大家可以看到上面有相關問題 你也可以upvote 把大家同樣有的問題 都丟出來 那講者會在live QA 呃 可能如果是在海外參與的講者 他會live QA 那如果是在現場的 他也會看著他回答 所以如果你對於議程有任何的問題 想要問的 請不要錯過這個機會去 看講者提問 接下來除了剛剛提到的共筆 跟即時提問以外 我們在 我們HitCon也有Facebook Instagram Twitter 等等的社群媒體平台 如果你有在外面打卡 的話 在外面喔 只有在外面可以喔 在會議廳內是禁止拍照跟錄影的 如果你在 參與HitCon的活動過程中 任何的照片發文 也不要忘記tag HitCon的任何社群媒體平台 當然我們有 Telegram YouTube 跟Flickr 等等的其他 社群媒體平台 也可以關注這些地方 然後上Telegram 和IRC 和其他的語彙者 交換彼此的心得跟想法 任何議程上的討論也都可以 上去聊天室和大家一起互動交流 今天我們一些免費票的設計 那各位今天現在聽得到我講話的應該都是付費票的各位 好那就是 記得 我們以下的內容是開放免費票的人參與 所以如果付費票的各位 如果有興趣要參與的話 也需要及早去卡位 好那當然 我們有幾個 今天還有四場的workshop 如果需要入門 資訊安全 然後開始了解一些事情 該怎麼動手的 請不要錯過workshop的這個機會 那workshop的頭一場在哪裡呢 我們會場地圖比較複雜 一些些 所以 幫大家指示 在我們會場地圖的下半部 也就是各位在剛剛走進來報到的那個地方 在下半部的這一間的這個位置 是我們workshop的會場 如果你要參與workshop 請往這個會場走 workshop的議程 在我們的議程表上也都有公佈 在議程表上的最後一欄 最右邊那一欄 就是我們所有的workshop 今天還有四場的機會 對如果 需要入門的一些教學指引 這些 是你的好選項 接著是bounty house bounty house是每一場 只限15個人參與的 議程 15個人 在這個會場我們都有上百個人 同時 聽這些議程 那如果只有15個人 或許我們會講一些有趣 八卦 秘辛 給這15個人分享 那在這個會場空間裡面你是禁止使用手機的 滿了你也就不能再進去了 對 所以 議程表 也沒有公開在上面 今天有空 請記得往bounty house的那個位置去看看 有什麼議程 可以參與 對 議程只有公佈在 會議廳外 那他的位置呢 一樣 在workshop 隔壁 的這一個位置 對 請記得走過去 看一下 今天有什麼議程 然後記得那個時間 回去看看 那當然要記得 提早去排隊 我們會提早5分鐘開放入場 然後只有15個名額 如果你對於這場的內容 是有興趣的 要記得 走到那個地方去 排隊 然後 趕快入場 我們還有village的安排 相信大家應該在昨天路過A廳那個位置 就是我們 攤位區的那個空間的時候已經看到有非常多的活躍的社群攤位在那個空間 那那邊有很多的社群可以和大家交流和互動 去認識到各種不一樣的資產社群在做的事情 或是其他開放的資訊社群都在做些什麼事情 對所以village 是一個一定要去的地方 那有village我們也有準備了大地遊戲 所以如果你去和這些攤位互動 然後有一些參與 也可以記得去和攤位拿貼紙 去完成大地遊戲 然後最後對換精美的獎品 資產沙龍也同樣在那個位置 那邊在下午1點開始 會有一些和大家貼近生活的資產技術分享 或是一些比較貼近時事的資產技術分享 然後不會像我們其他的議程這麼的新穎這麼的 艱深 如果你需要一些有趣的議題 然後一些可以應用在你生活當中 不要亂攻擊了 就你也可以去看看到底那些攻擊手法 大家要玩些什麼東西 所以資產沙龍也是一個你可以去試試看的地方 在下午1點 就可以開放入場 那那邊座位也是蠻有限的 請記得要提早入座 資產沙龍 的 剛剛說的village 大地遊戲 資產沙龍等等的這些 活動空間 就是在 這個地方 A廳的那個位置 就是你剛剛走過來的 那個A廳 好A廳那個位置 昨天我們還有發生一個 狀況是大家都不知道 C1的服務台在哪裡 在這張圖的 右下角 應該有看到這裡 OK C1在這邊 所以如果你要開始玩大地遊戲 又或者是你在今天早上 你想要使用village那個舞台 都可以 好不好 記得去C1那個服務台登記 然後找活動組的朋友們 對跟他說你要用服務台或是 你要用那個舞台 或者是你要開始大地遊戲 請記得去 C1這個地方 OK 找到我們活動組的朋友 好 那當然上面有些 活動是免費票沒辦法參與的 對那就各位付票的 請記得把握機會 那我們可以做免費票 有這麼多的 事情能做 當然就是要感謝一些單位 然後很感謝經濟部工業局 然後財經資訊公司 以及教育部 的大力支持 當然還有我們的贊助商 尊榮及贊助商 TX1 Networks 以及 專注於 教育推廣的 奧義智慧科技 天榮及 DevCore 台灣大哥大 情業重姓 鴻海研究院 鑽石及 KK Company 中華資產國際 Panasonic 台灣微軟 Moxa 以及Google 經濟 博歐科技 鄰近 樂天集團 Tenable 資安卓越中心規劃建制計劃 台灣資安駐造公司 銀集 TW3CC IPIP.net 104人力銀行 地庫智慧科技 以及特殊集 TX1 Networks DevCore 樂天集團 合作夥伴 合作夥伴 教育部 先進資通安全 食物人才培育計劃 聯發科技 以及HackMD 感謝這些 贊助商的支持 合作夥伴的支持 我們才能夠完成這兩天的活動 提了這麼多 贊助商的攤位 也同樣在Village 那個 18的那個位置 那 除了這些以外 我們在會場外面 今年也有 一個這樣的空間 在這裡 在這裡 剛剛路過應該有看到很多很多的桌子 很多很多的攤位 我們今天和Euretor合作 做了人力真材博覽會 有很多的資安公司在那邊都 開著自己的職缺 然後有很多的HR 甚至有很多工程師 來到現場 跟各位簡介自己在做些什麼 所以如果你對於資安職牙上 我接下來的職牙生活 可以做哪些工作 你可以去那邊多找人聊聊 你應該可以得到很多很有趣的相關資訊 對 你直接來下一步 或是你下一間工作 下一間公司 或是接著你能做什麼 在公司內你能推廣什麼東西 促進什麼事情達成 你都可以去看看其他間公司在做些什麼 那你又能做些什麼 對 這是人力真材博覽會 非常非常好的一個機會 可以讓你去了解 其他公司都在做些什麼 如果你是公司的決策者 你也可以去多和其他公司的人聊聊 到底 其他公司都在做些什麼 玩些什麼東西 自己的公司是不是也可以同 要同樣的去往一些地方 精進 那各位手上應該昨天都拿到營兵袋了 或是你今天才報到的人 你手上應該有營兵袋 那裡面也有來自許多彈奏商的愛 對就是有很多 很精美的贈品們 也不要忘記拿出來用 對不要看到 就是很多傳單 然後就覺得不想看它 好 記得裡面有很多很精美的贈品 一定要拿出來好好看一看 那營兵袋以外 我們當然還有販售紀念品 在各位報到的旁邊 這邊有服務台 服務台有販售我們的紀念品 那紀念品都是實體可以拿出來看 那邊有樣品 你可以把它拿起來看看 那包含昨天最熱銷的 就是這兩款 一卡通 它是一卡通的票卡 它是真的可以使用的一卡通票卡 然後它有3D浮雕 對它是浮雕的 就是油墨印出來的 很酷的浮雕 然後你可以去拿它看實體的那個卡片的質感 超級棒 請記得帶一張走 它真的很棒 好 然後當然下面那張是頭巾 如果你有需要有運動需求 你需要頭巾的話 也可以去買 那當然我們還有做 無限的充電紀念版 這個也是蠻熱銷的 對就無限充電紀念版 它看起來很炫炮 它會亮喔 那個是會亮 那是亮起來的 對 那就是也可以去帶一下 無限充電版 很棒 好那線上參與的各位 也不要忘記 去收你的行前信 你的行前信裡面 會有 這一個 超連結 可以進去活動的相關頁面 那進去之後 在我們的活動頁面 你就可以 它會變成你的專屬連結 你就可以進去參與各個活動 我們可以看Online 你可以好好參與 看上面的一些互動機關 然後一些內容 可以好好去看一下 然後今年設計的Walk Game 它真的是一款 非常非常非常 區塊鏈 新手友善的 入門的活動設計 所以如果你想入門區塊鏈 它絕對是一個好機會 在我們工作人員大會的時候 呃 有一個完全非本科系的人 然後就開始玩了起來 就開始 從頭入門區塊鏈這件事情 對那個人 剛好在後面 好 就對 請記得就是好好去玩一玩 它真的是非常好入門區塊鏈的 呃 一項Walk Game 對 你可以從入門到攻擊 好對 然後記得 這個東西活動做後的一週 還會開放著 所以如果你今天來不及 在接下來這一個禮拜內 我們活動組 加開一週 你可以好好去玩一玩 然後入門區塊鏈 了解 到底怎麼玩這個東西 怎麼攻擊這個東西 好然後接著是 練鼓 練鼓的新手區跟進階區 都還有很多的獎項跟名額 分數都還很好拿 請記得進去大力的 用力廝殺 對 就是上面 裡面的駭客還不夠多 你們放的 呃 攻擊手段都還不夠強烈 對請記得進去努力拿分 把別人的process殺掉 OK 好 那當然還會注意事項要跟大家說一下 呃在會議進行中請 務必全程配戴口罩 然後識別證 呃相信大家應該都被各種找麻煩 對就是識別證要記得拿出來 不要讓我們的夥伴找不到你 到底在 你到底是什麼身份 你能不能進來這個會議廳 請記得配戴好你的識別證 好然後我們沒有提供無線網路服務 如果你要無線網路的話建議 呃不要用無線網路 你就接著線用在你的自己電腦上會比較安全 也比較穩定一點 然後會廳內是禁止錄音錄影的 如果你不想入鏡 請記得去跟櫃台換 呃黃色識別證景神 那當然請各位遵守 大會的行為守則 好 那就 大家可以enjoy今天的各式議程 謝謝各位 我是副導Danny